黑人6月遭大牙爆料MeToo后 虽然她发声明否认 但对大牙提出民事诉讼求偿1000万 之后又撤销改题刑事告诉 引发更大负面声浪 平时喜欢在社群分享生活的她 因此消失 其实她首度浮出水面 为了最爱的她发文 据一批新闻网报导 黑人晋升41天后 在诗人脸书首发文 再出跟妹妹在医院的合照 妹妹坐在病床上插着鼻管 黑人配文写着 祝福一切平安 我们一起耐心等待生日快乐 这时尚黑人5月时曾说 妹妹因废功能问题 正在等器官移植 当时妹妹出院 黑人背着她回到公寓 影片让人感动 大家直呼黑人是好哥哥 她声线丑闻后首发声 为了最爱的她 有部分的网友也在留言区 为他们加油打气 但她跟大牙的事件 还没有告一个段落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 我一开始借着大家的勇敢 站出来讲 也没有想过会变成今天这样 那我也觉得 这是我的事 所以后续的问题我也会 跟律师处理好 你没有跟郭远远 然后还是遥遥联络吗 没有没有 你传讯息给你好多有相关的事吗 嗯